透天座住家门口 飞過一個物品 接著就一陣煙霧 原來是有人丟直爆裂物 地點就在高雄三明區 被害屋主說 當下一家人都嚇壞了 凌晨時分 門口傳出爆炸聲 還聞到汽油味 家裡四五個人 嚇得奪門而出 而這樣的狀況 已經是第二次 幾天前也被縱火 停在棋樓的摩托車 前檔下方都被燒焦了 而這一次還波及到 隔壁住家的轎車 放火的救世屋主鄰居 跟被害屋主就隔一戶 這名夜姓男子否認縱火 不過警方獲報後 調閱監視器 追查涉案的 救世這名夜姓男子 被害人謝姓男子 先前介紹未姓有人與夜嫌 許等因投資運輸生意 而有新臺幣十七萬元之糾紛 夜嫌進轉向謝姓男子住家 重火表達不滿 夜姓男子 甄訊共稱鄰居牽線投資 卻跟對方爆發金錢糾紛 因此遷入鄰居 用棉支拖把跟酒瓶 自製了拖把汽油彈 深夜丟直到鄰居住家 還好火勢即時被撲滅 夜姓男子 訊後被依放火罪寒送法辦 只是他的行為差點釀出火災 讓左右鄰舍都過了一個 驚魂夜 華視新聞邱俊平蔡仲勳 高雄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